好 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繼續來關注 是立法院第十屆第八會期的 這個八個常委委員會 在25號上午舉辦了招委選舉 受矚目的就是魏環會 還有國民黨禮讓 民眾黨立委吳欣盈 吳欣盈最後呢是一五票 那麼現在呢 民進黨的立委邱太元五票 各拿下一席的招委 那麼大家就在想囉 既然會有做禮讓的動作 是不是未來有藍白合作的契機呢 我們就要來看看 黨主席朱立倫他的態度 他受訪時的時候就回應說 立院是要團結努力的 否則綠營可是占了大便宜 咦 弦外之音是 未來有沒有可能藍白合呢 因為他們每天都想說 破壞藍白合作的默契跟合作 所以大家應該要團結一致 那既然此話一出大家都在想囉 就連這個 他都這樣說了 有沒有可能底下就開始慢慢的整合呢 我們就要來看的是國民黨總統參選 侯友宜結束了八天訪美行程 前立委審附雄就透露說 他親耳聽到 侯友宜的競選辦公室執行長金普通講說 金普通說不用煩惱了 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了 然後呢還說呢 為了要穩住選情 所以習近安大不能亂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看來金普通是最厲害是很厲害的 因為這沈大佬就說啊 這個金曉道一開始呢很硬氣嘛 是為了要憑小雞之亂 穩住好友宜的選情 現在金普通的態度似乎有一點點改變了嗎 有沒有可能是要藍白合 只要能夠合得成功喔 不分區就不能太過的堅持 因為畢竟彼此都是盟友嘛 還有一個畫面我們帶大家來看一看 畫面的右下角 這個地方呢是蔡碧如同框 盧秀燕同框就算囉 兩個人好像是同個政黨的感覺對不對 那一種感覺啦這種政治語言 兩個人好像那種黏在一起的樣子 中醫選區是不是會變成一個 藍白合的示範區呢 有沒有可能其實 真的有合作的異味成分在了呢 因為畢竟兩個人感覺很有默契嘛 然後呢在這個畫面裡頭呢 也是喔 盧秀燕這個地方好像在簽名喔 這個時候他好像在簽名 旁邊的蔡碧如呢 好像就是她的那個朋友一樣喔 兩個人感情好像看起來不錯耶 黏在一起同框 到底有沒有可能像這樣未來的異味呢 那董志森他就說啦 Mitian董志森就強調說 國民黨立委被看好拿50席以上 民眾黨可能是8到10席 再加上高精速沒可過半 如果再也沒有合作下架民進黨 那麼其實未來國民黨是會 大受影響 民眾黨呢就只能夠搖擺了喔 那麼看在民眾眼裡又是什麼樣的想法呢 那麼柯文哲就好好想一想了 民意以及會選得上 會贏才是一個大方向才是一個重點了 這在這個時間我們持續要視訊喔 我們持續要來問詹議員 剛才有說 呃沈娜老師說 現在呢金普聰態度是有一點點改變了 跟過去有一點不一樣了 過去態度呢是比較強硬的 現在是藍白可能真的要合囉 因為手心手背都是肉 因為大家都是盟友 目標只有一個是下架民進黨 我們想問問一下詹緣您的態度跟看法 呃我覺得藍白到底要不要合作 我們先從結構上來看 呃現在在地方這個 在野的支持者非綠的支持者裡面啊 其實有兩個說法嘛 呃 一個就是說 如果這一次國民黨 在總統大學再拿不回來的話 國民黨大概就完蛋了 就沒辦法 就這個沒辦法充滿執政 就覺得已經連續好幾次說給民進黨了 那另外一派說法是說什麼 是說 如果這一次柯文哲選總統沒選上的話 民進民眾黨大概也泡沫化了 那柯文哲可能會像 之前宋楚瑜一樣 他的影響力會漸漸的這個消失 漸漸的減低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兩個說法 其實在所謂的非綠的這個支持的裡面 其實蠻主流的 大家都會有這樣子的 這樣子一個言論出來 那這導致說在這個結構的影響之下 那不管是國民黨或民眾黨 其實都有非贏不可的壓力 或者是這個能夠執政的 這樣子一個壓力在這樣子 那如果有這個壓力在的話 當然就會接下來就促使說 這兩個黨之間 會不會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開始有一些合作的情形 甚至有最後所謂藍白河 當然我覺得藍白河的整個 關鍵點還是在於主持者之間 跟兩個政黨之間 他們談的一個結果裡面 能不能產生一個協調 能不能產生一個平衡 那我也必須講 這個是個很複雜的一個決定 就是說會 會不會藍白河 這個其實 目前其實是還看不出來最後結果的 但其實我們從現在的氛圍轉變 也可以秀得出來說 雖然有一些些契機啊 怎麼講啊 但還記不記得往時間 往前推大概兩三個月的時候 國民黨的朱立倫主席 我們一直在講說 我們要這個非綠大聯盟 還有再也大聯盟等等啊 那當時的柯文哲 其實是一直是說 朱立倫你有沒有來找我談 不要再吃我們豆腐 當時兩個黨的這個氛圍 還是是一個比較 劍拔弩杖比較對峙的狀態 那等到最近這一個月 或這半個月在 媒體在開始講藍白河的時候 當然朱立倫是一直 維持既定的立場 他認為就是再也要合作 要團結大聯盟才有機會會贏 那柯文哲這邊他的整個態度也會 有開始也變得比較和緩 開始這種 反向朱立倫在野倫 漸漸也沒出現 那回到他下面的這些小金門 或者是民眾黨的黨盤們 他們整個操作 基本上他們民眾黨的名帶 上爭論節目講藍白河的時候 也沒有像幾個月前 這麼的持之以逼 那回到現在立法院的部分 立法院這一次 立法委員會選到民眾黨籍的 無信當招委 當然固然他是一個善意跟氛圍 怎麼講啊 其實立法院的委員會的招委是很重要 因為他可以 決定整個議事的日程跟他的主題 所以他有絕對的 並且掌控整個議事的進度 所以他有很強的一個決定權 過去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搶著要去當招委 因為可以去排 對自己有利或自己關心的一個法案 那這個會期 國民黨的履浪 在衛環委員會裡面 國民黨有四到五席的立委 那民眾黨就議席 所以願意禮當給民眾黨 當然是一種善意的表現 那我也必須講 現在立法院已經進入到第八會期 就是立法院這一屆的最後一個會期 接下來明年要選新的立委之後 要換屆了嗎 所以通常我們也會認為說 第八會期的重要性 沒有前七個會期這麼強 因此他比較像是一個看守的一個會期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力量給民眾黨的這個所謂的 立委當招委 當然是展現所謂一個藍白河的一個善意 跟一個態度 那另外也有可能是這個國民黨 所謂的立法院黨團 他也有一個黨團自主系 他們可能自己也覺得說 下面要去營造這樣的氛圍 因此在這一次立法院的藍白河合作前的 這樣子的客觀局面的情況之下 還看不太出到底是上層受益 上層是指國民黨中央朱立倫 民眾黨的這個柯文哲黨主席受益的 還是他們立法院黨團之間 彼此要去創造這樣的默契戰 目前還看不出來 但至少客觀呈現出來的善意是在的 那不用談 不用談那個什麼蔡壁如跟盧秀燕的事情 因為蔡壁如在他台中的選區 本來就是一個國民黨跟民眾黨 合作跟禮讓的一個選區 所以國民黨在沒有派自己的所謂立法委員的候選人的情況之下 那這樣禮讓給民眾黨的蔡壁如 那身為這個母雞跟 地方母雞跟大家長的盧秀燕 會跟他合體 我覺得是這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當然這個整個呈現 還是一個藍白就是說 藍白彼此之間在所謂地方的議題 在一個比較這個選舉立委層次的時候 是有機會合作的吧 所以因此只要彼此之間的價值 這個理念跟彼此的這個談判 談妥的 當然是有一個合作的空間 那我們再講一下金老師 他進侯友宜團隊之後 的確你看侯友宜 他從他一開始比較不穩的情況之下 民調現在 緩步的往上 整個策略真正的議題 跟整個說話是節奏是比較明確 而且比較完整的 那現在進入所謂藍白盒的一個深水區的時候 那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這個結構邏輯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開始有一個藍白盒討論跟契機的存在 那我覺得 今天的問題還是來自於說 即便是藍白盒彼此之間的選民之間 他們要怎麼樣融合 還有跟怎麼樣願意支持對方 我覺得還是個蠻大的問題 舉例來說 國民黨現在還是有些很多核心支持者 其實不太喜歡柯文哲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的確過去 八年的台北市長熱戀 他的對手都有國民黨的對手 不管是原本的聯盛文跟後來金手松 以及他後來這個柯文哲一開始 他整個政治的那個 政治生涯開始 他跟民進黨去做合作 這對很多國民黨支持 支持者來說其實是不太能接受的 同樣的民眾黨也有一批支持者 他們可能是比較年輕比較富藍不慮 他們不喜歡傳統藍綠的 這樣政治文化的這樣一個中間 或者是一些遊歷樂選民 因此支持柯文哲或支持民眾黨 那這個時候如果柯文哲跟民眾黨 又選擇回到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那過去那些 不喜歡藍綠的支持者 他們也不一定能夠歸對 所以藍藍綠他能 他最後即便是上投合作之後 下面的選民之間如何調回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怎麼說 你合作在一起 你一定有一些訴求跟一些理念 跟一些價值 要提供給選民 就是告訴他我們合作的目的是為什麼 如果今天你合作目的 只是說我只為了勝選的話 就沒辦法去 說服我剛剛說的 這些比較堅持的這些選民裡面 所以你合作的 我們譬如說我們未來合作 要推動什麼法案 我們合作之後 要推動什麼樣政策 跟我們要堅持什麼樣議題 跟價值裡面 這爛斑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合的話 必須去告訴選民的 所以不是 所以今天他最後講到說 有人說這個 國民黨大佬說 我們可以交換什麼部長啊 小內閣固然是一個 重要的一個 產品 因為檯面上擺出來 讓大家可以認知的東西 但是單純只有利益的交換的話 我覺得是沒辦法去說服選民的 太陽星全校客費 有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 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叢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解控